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丧心病狂的美国佬和韩国欧巴把大批过期的甲醛倒进了下水道 大批化学物质和汗浆的生物发生反应果然进化出了怪兽 这天吃惯了和弦的怪兽 想来陆地上打点野 开开婚 没见过世面的韩国民众吓得四处逃窜 黄哥看见了这顿混乱场面便明白是时候表现真正的技术了 于是他携手一个美国佬一起对仗怪兽 但显然他俩的小生满根本不是怪兽的对手 每两下美国佬就光荣地匍匐在了怪兽脚下 见识不妙的黄哥拉着闺女小小黄赶紧逃跑 两步一回头的黄哥惊诧地发现自己拉错了人 等那再去寻找的时候 小小黄已经被怪物掠走了 之后政府出面封锁了汉江 并举行了统一追悼会 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黄哥一家痛哭流涕 心痛欲绝 这时韩国医院救不好那个逞英雄的美国佬 就说把锅甩给怪兽 说他携带了病毒 这样一来和怪物有所接触的黄哥就被隔离开来 但在隔离期间 黄哥接到了女儿小小黄的电话 原来小小黄还没有死 他被怪物掠到笑水道里和其他死人一起做储备粮 黄哥将此事告诉政府人员 却被当作脑子有问题 只有黄哥的家人愿意相信他 于是一家人集体摆脱政府隔离开始逃窜 并花光了所有积蓄 购买武器装备 决定营救小小黄 进入笑水道之后 他们展开了地毯式的搜查 然而小小黄依然是杳无音讯 不知所踪 与此同时 流乱的孩儿兄弟也遭受怪兽袭击 大孩儿不幸当场身亡 小孩儿则被怪兽掠到了笑水道 小小黄和小孩儿在笑水道里相食相知相依为命 而义无所获的黄家人 则垂头丧气地在小麦布里稍作整顿 这时孤独寂寞的怪兽 再次招摇过世 愤怒的黄哥一家拎着枪就开始跟怪兽硬杠 刚开始同心未免的怪兽 还愿意跟他们夺猫猫 后来发现 黄家人老拿枪打他 他就生气了 而这是戏剧性的一幕善演 坑爹的黄哥亲手把没子弹的枪递给了亲爹老黄 风潇潇吸一水寒 壮士一去吸不复黄 老黄英勇无畏地站在怪兽面前 精确地瞄准 终于他破釜沉舟地扣下了板击 然而宁静祥和却来得这么突然 屋内的老黄挥一挥一宿 没带走一片云彩 深感无趣的怪兽 猛地直接猛扑过来 一巴掌把老黄拍死在原地 实力坑爹的黄哥在一片大雨里哭懵过去 而这时政府力量则及时赶到 把黄哥顺利请走 黄帝和黄妹趁机逃跑 他们的任务还要继续 通过定位 黄帝和黄妹终于找到了小小黄的地址 黄帝也在颠沛流离中解释了丐帮兄弟 犀利哥 另一边 老子没保住 决心保住闺女的黄哥 挟持人质再次逃离 这下打怪小分队 一行四人在汉江成功会合 而这时饥饿难耐的怪兽 已经吃掉了小小黄和小孩儿 无脑的政府不仅不打怪兽 还用黄毒来制服人民群众 而怪兽也不小心吸了点黄毒 销魂地坛在地上回味无穷 黄哥赶紧趁这口 把两个孩子从怪兽嘴里捞出来 但是小小黄已经一命呜呼 只剩下小孩儿还在苟延残喘 愤怒的打怪小分队 深刻认识到打怪不能靠政府 只能靠自己 于是黄帝狂人准备好的燃烧瓶 犀利哥把汽油淋了怪兽一身 黄妹一个穿云火烧剑射过去 黄哥一个方天化己戳进怪兽嘴里 这一套默契十足 行云流水的技能下来 怪兽终于寡不敌众的杀青淋了河饭 一面最后 小孩儿代替逝去的小小黄在黄哥家生活下去 一家人在一片悲痛中更加懂得生命的可贵 也更加珍惜当下平静简单的生活 人生不易且心且珍惜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不见不散